董國一 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貴賓 大家好 今天在創會長陳宥毅教授的追思會上 我們要看到陳教授的學術思想 我是心裡非常崇敬的心來談這件事情 因為我很仔細地看了老會長的幾本著作 真的是令我非常地感動 這讓我改動就是說他啟蒙的很早 在民國43年的時候他就知道德國徐敏特博士 他是在德國本來是西醫 後來他覺得西醫有些瓶頸 所以他從自然醫學方面他去尋找答案 結果有一些成效 所以他就再進一步尋研 他覺得歐洲這邊在推廣的自然醫學 其實跟中醫是有些相關的 所以他跑到日本去學中醫 這個是讓我們真的要省思的地方 他並沒有到台灣也沒有到大陸去學 到日本去學 學完了以後他就是繞道到香港 到香港那地方他有一場演講 他特別提到他的心得 他覺得他學了中醫之後 覺得歐洲這邊西方的自然醫學 其實跟中醫是相同的 所以這件事情我們的老會長 給他非常大的激勵 所以從此以後他就變讀群書 一直鑽研 後來他就創立了大同中醫 然後在民國71年4月的時候 就成立中華民國自然療法學會 後來就是在82年的時候 又創立了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 那從事世界總會就感覺 我們的老會長他的胸襟是非常寬廣 而且格局非常大 他覺得健康應該是五國界的 所以而且他還認為這個醫學是沒有貴賤 應該是只要有效就是好醫學 所以就因為這樣子他變訪了很多 很多的像食療、足療等等 那這個我覺得他這是有很大的胸襟 他不認為說我是中醫獨尊 這是讓我非常敬佩的地方 那說起來呢 我為什麼會進到這個會 大家會覺得很好奇 因為我的大妹歐陽琼 她是中醫師 她在中國中醫研究院畢業以後 她在大陸很多政要聘她當營養顧問師 然後兩邊走 後來在台灣創立第一家的自然醫學 不是應該是自然療法的生機飲食的中心 那時候呢 我們看到很多很奇妙的臨床的成效出來 那我們這個就是從美國的Boston and Weigmo博士那邊 我們學了以後到台灣 那歐陽英那時候就是跟歐陽琼我們一起的 那現在呢 我們因為不幸歐陽琼那時候兩年前 其實在往前推 歐陽琼老師那時候在移翠山莊成立了生機飲食的健康中心 那時候我們的老會長 他也耳聞有這樣的實療的成效 所以就到移翠山莊去拜訪 然後呢 後來他們成為忘年之交 以後就是歐陽琼就擔任第五屆第六屆的會長 那不幸這當中有意外發生 那也這個我就人生急轉彎就接了這個會 那接這個會呢 我是非常的敬仰老會長 他的創會的宗旨 他的宗旨是說 要承襲國父遺教 為什麼要說國父遺教 因為我們的國父孫中先生 他有慰疾很嚴重 他雖然自己是西醫 但是呢 他沒有把自己醫好 所以他就請了一位日本的自然醫學 醫師就把他治好了 從此以後呢 他就在國父遺教裡頭 有提到自然療法 所以這對我們陳老會長來講 是一個非常大的激勵 所以宗旨就是說 我們要承襲這個國父遺教 提倡這個一道革命 復興中華文化 還有促進世界大法 這個是我們的創會的宗旨 那因為這個 其實自然療法是跟生活息息相關的 那當我們在推展這個會的時候 我覺得我們必須要跟生活連結 而且是注意普羅大眾的 所以我兩年多以來 我們是用公益的方式 去年我們辦了八場的公益健康獎座 我們全年只收兩百塊 那我們的會員已經有三百多位 那這個就是說 我們把他認為 其實推廣自然療法或自然醫學 其實對於普羅大眾的教育是重要的 因為我們希望是上醫治胃病 等到生病了就晚了 所以我們是期待說 在這個前端每個生活教育 健康自我管理方面 我們是必須要加強的 所以歐陽英老師呢 在大陸 現在在大陸的時間非常多 那在那邊推廣食糧 非常有成效 然後呢 他認為 這個 因為大陸文化大革命之後 這個人的素質 就是真的是有很大 有待提升的空間 所以他認為說 我應該要推展家文化 所謂家文化呢 就是把這個 因為健康不是廣食療 或者是某一方面 其實應該是身心靈全方位的 所以他是以這樣的思維方式 來推廣五項的家文化 那細節等一下我會請他上台 跟大家解說一下 那我們從三月份 就三月二十八號 四月二十八號 接下來五月 一直到七月 我們有五項的家庭文化 在推展 也就希望說 這個健康還有這個生活的理念 其實都是大家要把健康管理的責任 要掌握在自己的手裡 不要完全交給醫生 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點 那以上呢就是 我覺得我們這樣做的方式 就是說很落實的 我們推動健康管理的生活教育 然後希望能夠達到老會長交代給我們的 一個會務推展的目標 就是要做到人人醫學 家庭醫學 還有預防醫學 所以以上呢我是希望說 這個三大目標 能夠在我們很落實的推展會務的時候 能夠達到 那下面呢我就請歐陽英來 歐陽英老師現在是我們這個會的副理事長 所以請大家是不是歡迎他 所長 歐陽中啊 諸位老師 諸位前輩先生 特別是歡迎文昌博士 遠道而來 我們諸位在場呢 能夠參加這一次我們這個 陳前輩長的這個最深的 代表大家對自然良好是肯定的 我剛才聽了前面幾位先輩 前進先輩這些的話語之後呢 我想應該我要講一句話 也就是說 就高血壓糖尿病來說 在西醫的做法上 它是用藥來控制的 我們真正在實行所謂的 幫助病人這個過程當中啊 我們是讓病人停藥的 這個就落差太大 譬如說你高血壓一輩子吃藥 它是控制疾病 它並不是把病連根拔除的 但是我們治療療好是不同的 我們自然可以把藥給扔了 可以把藥給斷了 高血壓把藥斷了 腸大病把藥給斷了 你就從這個點上 我們就可以明白了 中醫是比西醫這一點了 其他地方我們不敢說超越它 比如說你今天是意外了 今天是傳染病了 你非靠西醫不可 它比較快速 對不對 我們不能否認它 對人類健康的貢獻 但是就某一個層面來說 特別是慢性病的治療上 我們認為中醫是優越於西醫的 這是我由衷是肯定他的 所以我們從這個點上做判斷 我的接續 這個我們這個會長 歐陽修會長 他的話 就是我目前 在擔任這個護理市長的職位 我們是有個責任的 我們希望把正然法推往出去 讓我們所有的民眾 不管是大陸的 不管是台灣的 特別是我們台灣的鄉親們 都能夠受惠 這點很重要的 延續我們前前會長 創立這自然療法之後 我們要延續他的精神 然後呢 透過幾位前輩先進 大家聯手 一起把這個療法 傳播給民眾 守護大家的健康 這是我們大家共同的心願 所以因此 我們現在就推廣了一個 所謂的家天下文化 家天下文化是在引起共鳴 中理是在這裡的 我們走路家庭 沒有家就不會有國 一定是先新家 而後安方的 那我們家是談到什麼 我們家是談到第一個 廚房文化 廚房假設你今天沒有到位的時候呢 你就會生病了 媽媽明明是沒抽煙 先生也不抽煙 也少應酬 少出去 金郎得會啊 問題在哪裡啊 是不是 是不是有些環節不對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會談到廚房文化 我們會談到所謂的餐桌文化 餐桌文化怎麼說呢 我們很多人餐桌上呢 都沒有公匙 還有那個母筷 這個筷子跟湯匙必須要有公用的 現在是沒有的 我認為這是不對的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去宣揚 另外在餐桌上呢 很多這個 顧母親在餐桌上呢 就利用餐桌上在指責我們的子女 這是不對的 我簡單講 餐桌是我們家的一個道場 它能夠在餐桌上 傳播我們家的魂 我們家的特殊的文化 要傳播我們自己家的傳統思想 把儒家聲響 把所謂的吃的智慧 如何帶人接物 如何尊重長輩 如何能夠有愛我們的弟兄姊妹 這一些的話語啊 它叫做家教 從哪邊傳播 從餐桌上來傳播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會有一個廚房文化 餐桌文化 預測文化 客廳文化 臥室文化 我們現在把客件啊 我們已經準備了三個月了 我們認為這是我們自然療法 該做的工作 我們在台灣有一組人 因為我在大陸這邊遊走 大陸我們這邊有一組人 然後我們兩邊有兩組人 做這個客件 基本上客件已經做到九成了 我們希望利用這個客件呢 開始辦公開課 什麼叫公開課呢 就是不賺錢的 像我們之前 我們辦一個小老師培訓 我們認真辦了三天 我們是一毛錢不收的 就讓我們這些想學自然療法的 我們可以透過所謂的一個系統 能夠幫有病的朋友 特別是自己的親愛的家人 當他生病的時候 如果開出一個方 告訴他什麼能吃 什麼不能吃 什麼要少吃 你要吃什麼樣的飲料 來代替白開水 白開水不管用 你高舉要來喝魚心炒茶 類似這個方向 我們學會以後呢 可以守護家人的健康 那這個叫小老師培訓 我們已經辦了一起了 是三天了 我們是不收費的 因為這是我們自然療法的工作 我們就自然是一個公益團體 能夠傳播這個思想 然後呢我簡單講一下 我利用這個是五分鐘時間講一下 我站有點生氣了 好 五分鐘時間 三分鐘 三分鐘 我站了三分鐘時間 我們告訴大家 我們現在呢 我們講廚房文化 廚房文化我們談什麼呢 憑冰箱管理 對不對 垃圾桶管理 還有什麼管理呢 抹布管理 刀具砧板管理 氛圍的建立 對不對 蚊蟲蟑螂的預防 是不是 我們廚房的這個氛圍的建立 之後呢 還有廚房裡面的臭味 這些環節是誰需要了解的 是媽媽需要了解 是不是 所以我們希望呢 我們透過我們以後的這個 所謂的課程 我們會把這個往下傳播 我們總是有一個目的 第一個 先跟所有的民眾連結 讓他認同我們這個單位 然後呢 我們從這邊開始連結下去了 譬如說 我們說廚房文化 連結到底是 預防媽媽得肺癌 我們才從這裡衍生出去了 另外呢 我們就談到所謂的 餐桌文化 我們就預防衛病 改善衛病 再來一個呢 我們講說這個 客廳文化 我們談到什麼呢 預防私利減退 你看電視啊 你私利減退就老人癡呆 預防私治 老人癡呆 另外 另外 臥室文化 我們談到是 如何預防 失眠 改善你的睡眠質量不好 潛眠多夢 預算文化 改善便命 我們就開始連結上 所以因此 我們這個工作呢 我們已經持續在發展 就是因為會長 他這一段 希望我來補出聰明 我就講到這一段 我最後呢 跟他拜管您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兩位 兩位的報告 我覺得台灣的公共衛生 這個在學校裡 都交得很好 可是還沒有踏入 這個家庭裡頭進去 就是我們自己在一線 教宿人家要天道的 好